袁光被人猛 他今天在商台澄清 這是最新的版本 不如說說這個版本吧 袁光說因為美國的就行中心CDC 出了一些文章或說法 說一個口罩 是普通外科口罩 無法隔離Omicron變種病毒 所以他建議戴N95 袁光說是對的 N95其實不是在正常我們的生活環境戴的 是在一些艾丁、實驗室 或者是一個醫務所戴的 那裏有空氣很強的流通 有冷氣 所以大家不會戴N95口罩 導致無法吸氣 如果平時在街帶 因為你吸氣的濕氣比較重 你會汗 所以N95會很快失散 基本上戴著幾分鐘 基本上有缺氧的感覺 如果缺氧就會出現頭痛 或者頭尺尺 就是簡單的 N95不適宜香港人在平常環境戴的 所以袁光說提議 不如戴兩個口罩 戴兩個外科口罩 主要原因是 外科口罩其實這裡是Air Channel 其實我們有一組口罩 我們知道外科口罩根本是不合理的 第一個外科口罩是不是真口罩成問題 就是過濾是不是真的成問題 第二個外科口罩 你戴著之後 這裡其實是Air Channel 你其實在整個口罩系統上 不是經過口罩過濾出去的 空氣不是經過口罩過濾 太多實驗做了 全部口罩都是後面這裡出氣 以及吸氣的 吸氣出氣 都是經過這裡的 外科口罩的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 這個有文獻說的 這個外科口罩雖然沒有一個很強的標準的主要功能 但其實它是防止你說話的時候 是將飛沫直接噴給對方 因為它這樣擋了 它雖然Air Channel在這裡走 但是你就算有噴墨、毒、噴霧也好 都在這裡出去 就不會對著那個人 所以你說話的時候 噴出來的口罩 就不會到對面的人 所以對面的人是相對的保護 這個外科口罩主要功能 但是如果你說Omicron病毒已經在空氣流動 如果真的有這個情況 那你這條Air Channel一樣可以進入 那袁港就說 他的想法就是 如果戴了口罩 所以壓住了Air Channel 就少一點機會 就是Airborne的空氣進入口裡 這是袁港的意思 袁港今早就改了意思了 他就說一個外科口罩 再加一個很貼面的布口罩 那袁港的意思是改成一個布口罩 加一個外科口罩 不過主持人都問他 喂 布口罩和外科口罩 都是厚了 透氣有問題的 如果老人家可能 透氣難的 那什麼場合 什麼情況才應該這樣用呢 袁港也是知不知對的 基本上袁港就不想再說了 因為他覺得自己說錯話 兩個外科口罩是說錯話的了 所以我今天在Facebook上笑一笑他 有一個戴著BRA的口罩 兩個口罩 簡單說 其實口罩 我覺得已經可以保護大家了 外科口罩已經很大的保護了 因為主要保護 因為你跟對方見面的時候 他的飛沫噴在你那裡 其實現在Airborne的傳播 主要不是在風氣流動浮游 有些病毒 這個很多文件都這樣說 因為他逗留在這裡 其實是不長時間的 主要是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你跟他聊天 你跟對方聊天 而對方是感染者 他的口水 他說的時候 你縱使覺得他沒有口水也好 其實他有些飛沫 是不斷噴出來的 可能在1米範圍 或者800mm 就是大概0.8米範圍 都是很Effective的 所以如果你跟對方一起吃飯 一起喝東西 除了口罩的話 而對方如果確診的話 你做的機會很大 好了 為什麼說要空氣流通 要8倍、6倍換風呢 就是盡量當他噴了這些噴霧出來 那些風馬上帶走了 即刻換走 這個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香港政府 是罕獻要求食肆 是有6倍的先風換風糧的意思 先風換風糧就不是 就是搞來搞去 是換一些新鮮空氣 吹走了這些舊空氣 抽走了舊空氣 這個意思 這個也是有一些一定的保護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 現在食肆是否真的做了6倍換風呢 未必是 所以 如果你平常戴一個口罩 基本上已經保護到你的了 因為跟別人聊天 你也是面對面的 保護到你的 但是如果出現一個 現在在屯門藥房的一個懷疑 就是說 他進去5分鐘買清洗澡水 他兩個都是戴著口罩的 為什麼都會感染到呢 是不是有Airborne的情況 即是已經在空氣流傳播著 在空氣流傳播著 這個是一個問號來的 是不是呢 似乎外國都沒有這樣說過 但是如果真的的話 如果病毒量真的高到這樣的 Omicron變成病毒 周圍都有的 是一個平常細菌來的 第一 你看看他是不是強 如果他感染了這一個就是感冒 西班牙政府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你當Omicron是感冒就行了 不要當它是新冠肺炎 西班牙政府甚至乎現在放寬措施 縱使他不斷在爆 他說歡迎你爆來爆 英國也是 英國現在入境不需要做檢測了 他說歡迎 歡迎來到Omicron的世界 總之你一落地 你有機會感染了 你原者上調 我不需要檢測你 因為你是不是戴菌症沒有所謂 對我來說 整個英國都是一隻病毒 所以你一落地 你很快就感染了 你很快就會有少許頭痛 有少許喉嚨痛 有少許咳 然後有少許消 然後就完結了 然後你有抗體 這就是英國 變相告訴所有入境的人 不需要再做檢測 是真的 是不需要檢測的 不需要做CFC的 然後你去到之後 很簡單 然後你立刻就會面對Omicron 整個英國的Omicron 你去到哪裏 就算躲在酒店 你都會感染的 然後就可能康復了 甚至沒有徵狀之後就康復了 英國告訴你 就是你無論做甚麼措施都沒有意思 所以英國現在已經不戴口罩了 就算海關也不戴口罩 因為都沒有所謂 它已經有可能儲 比任何人都儲得更加多 中俄抗體 DELTA可能會不會抗體 ALFA、BETA可能會有抗體 英國、西班牙就是這樣的情況 香港就不是了 香港政府仍然在說 大家絕對保護自己 絕對清零 一定一單CASE都沒有 每一條傳播鏈都要按住 沒有一個人就要感染 如果是這樣 你戴口罩 當然就是聽言語的advise 一個布口罩再蓋著一個 就是三層口罩 不過可以再告訴大家 三層口罩是沒有彈性的 一張眼紙擺在這裡 所以這裡的空氣流通 其實佔了整個口罩空氣流通的九十幾% 所以很少空氣是經過你一個口罩傳播 再加上你幾個說話 其實飛沫是有水份 它更加會令到口罩更加濕 就算有空氣想通過 通過不到 也是橫走回 就去一條channel走的 這是一個動點 不過問題就在於它有效的 原因就是你有筷子在面前 別人的筷子在面前和一塊玻璃板沒有分別 就是你的飛沫和他的飛沫 不能夠互相交叉 全部去對方 袁國安這樣說了 大家怎麼看呢 但是我個人看 屯門的藥房 它五分鐘留在這裡 而感染到 買一支洗油水而感染到 未必是因為Airborne 當然我不能夠否定 這個衛生署 去到它再做這個環境樣本 都找不到在環境樣本上 找不到病毒的 但是反而在銀子方面 我也有機會 因為屯門藥房仍然用了銀子 多少人都用了銀子 銀子 大家濕濕地 去完街市 濕濕地 可能銀子是貼了病毒的機會大 因為用銀子找散 可能銀子在那裡傳播回介 未必是在Airborne的 原港這方面是專家 因為微生物是專家 所以它說的是權威 不是說它查案 是說它有關關於微生物 它一定是權威的了 它現在叫大家報口罩貼面一點 再加上三層口罩裡面 另一方面說 另一方面 原港昨天到了楓林大廈 第三期 我個人覺得它是說錯的 它說楓林大廈B單位 出現了垂直傳播 因為有一個裝修 在上面住的裝修工人 它是裝修工人 不過是在上面住的 就不是在上面裝修 它就在下面B單位 它在上面6樓 B單位是9樓感染座 原港覺得渠是感染的 是傳染的 傳播回介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原因就是 楓林大廈現在在做換渠工作 是在做維修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全搬棚 已經在維修著 不但外廠要塑 還有渠也要換的 所以究竟是否因為 這個渠換 拆了渠 所以導致在棚裡面 其實已經充滿了這些細菌 因為棚外面的網 是密網 基本上空氣不流通 風氣是推不進去 所以裡面的空氣是沒有換到的 即是沒有換風的 那會不會其實原港 應該昨天去到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建議大廈聚大學法團 在棚網下面 是放一些風機 是放一些Astrofence 出龍線 是吹回一些空氣 令到棚網裡面 都有空氣流通呢 會不會反而是這樣呢 因為這個大廈 整個大廈外面 都包了一個維修棚 維修棚 都包密了雙重網 雙重的密網 基本上 如果做建築的人都知道 裡面是沒有風的 裡面是沒有什麼風可以吹進去 是很焗的 然後呢 如果你是裡面焗著 而本身有開抽氣線 也好什麼也好 裡面有病毒 如果抽出來 基本上是在那裡逗留 當然現在感染到 剛剛感染到9B 好了 如果你拿風吹著它 是不是反而令到它 可以散緊一點 可以流通呢 如果去到這樣的情況 他都看不到這個環境證據 很明顯看到他 不是這方面的通才 他不是 只是去普通大廈 又說那些 Venturing的煙通效應 根本那裡就不是這樣 那裡其實是搭了棚 做維修 已經把整個大廈的外場